上赛季,火箭中锋卡特拉厂军上场27.5分钟,得到13.9分10.8篮板1.9感冒,效率拖高,简然已经成为联盟的优质内线。 今下以5年9千万美元的合同序约火箭后,病王已经正式步入了一线球星行列,钱到手了,气场自然更足,日前在接受采访时,他先是宣称新赛季一定会竞选明星,还要当NBA最好的中锋,难道是拿了大合同膨胀了不成? 日前,火箭中锋贾佩拉,接受了NBA记者凯雷埃克的采访,从目前流出的素材来看,他们共聊到了三个话题,已是病王希望新赛季能拥有更多的出场时间,我会努力争取每一分钟,最近我打得不错。 所以,我想得到更多的上场时间,我想在重要的比赛和比分交整的比赛中出场,我想在球场上和哈登他们一起上场,作为职业球员,男人钱财,女人消灾,大神想多上场比赛,尤其在关键的场次和时间上场。 这本身很好理解,也是他上进心和斗志的体现,上赛季他场真上场27.5分钟,确实不算多,新赛季不出所量应该会增加,只是一旦他的出场时间多了,那么周期作为他的替补,上场时间必然会上,不知道弹幕王何时才有出头之日。 第二个问题,卡神聊到了对于全明星的看法,上赛季没进全明星感觉很糟糕,我认为自己本可以入选的,但我不会怨天尤人。 只要持之以恒,做好该做的事,下赛季我肯定会成为全明星,当然,成为全明星不是乔佩拉的终极目标,他还想成为NBA里最好的中锋,我当然想成为联盟最好的中锋。 作为一名球员,我喜欢那样做,大合同到手了,炳黄的底气足了许多,不过说实话他的这两个目标,还是有难度的,尤其是第二个。 火箭在中国有着极高的人气,一旦火箭和卡神都能更上一层楼,他或许真有希望入选全明星,但成为NBA最好的中锋,以炳黄而言,恐怕只能是个遥远的美梦了。 一方面,联盟中有那么多出色的中锋,恩比德,考显斯,戴维斯,唐斯,月基奇,小贾索尔,这些人不断技战术能力比贾佩拉出色的多,天赋也更高,而且很多人也更年轻,贾佩拉拿什么和他们比? 其次,身为一个二楼球员,贾佩拉天赋有限,技术本板明显,身为中锋,却没中投,没被打,没侧应,说句不好听的,也就是赶上了好时候,赶上了当今联盟流行小球,对中锋的要求降低了。 再赶上他本身又比较符合火箭的战术体系,他才能得到这个大合同,要是个以前,顶多就是个替补的命,哪怕再当今NBA,换了别的队,真不一定有人愿意给他,看看成为跳出合同后,自由球员市场上的反应就知道了。 总之,挣了大钱后,贾佩拉确实有点飘了,实话说,一个体系球员,光靠吃饼就想进全明星,甚至,成为最好的中锋,这无疑于此人说梦,卡神还是现实点,好好辅助安灯炮,一起帮火箭争夺总冠军吧。 别一天到晚想这些没用的,大家觉得呢?